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透过物资慈善的协助 让他们能够有安身利用的地方 而在画面上面 是今年2023年年初的时候 土耳其发生了强烈的大地震 而这一震 其实是让土耳其人跟叙利亚的难民 同时都成了地震的灾民 慈激基金会 周如意 胡光宗这对夫妇 余志诚还有一大群不再孤单的 就是在这一段期间里面 马南海学校所培养出来的志工伙伴们 通通都来帮忙了 他们踏上了第一线 希望能够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物资卡 还有毛毯的协助 让这一群灾民们能够尽快地 恢复一个基础的生活状况 所以我常常在说 每次看到这个如意姐的时候 我都说他有一种魔力 这个魔力非常的神奇 就是他的微笑 所以当他在每一次的 极难救助发放的现场 当他开始唱起了一家人这首歌 比起了这样子的手语 把他的手放在他的胸前 他正叙述着 你跟我都是一家人 不要担心 我亲爱的家人们 我们来了 我们来帮助你了 所以他们跟慈激基金会一起结合 开始上街头 一个一个把孩子带回来 创造了马南海国际学校 让孩子们有书可以念 最开心的是孩子们灿烂的笑容 而最感动的就是流着眼泪 冲过去抱住如意姐的这些家长们 因为妈妈们好开心 看到的孩子终于回到了校园 能够开启他们真正的未来 有一天早上 这一个小女孩就冲过去到了光宗大哥的身边 很害羞地在他的口袋里面塞了两张纸 然后光宗大哥就把纸摊开来 原来是两幅画 这画实的一男一女 明显的就是如意姐跟胡大哥 因为在马南海有好多的孤儿 这些孤儿学生们早就不知不觉 就把胡大哥跟如意姐当成了他们自己内心的爸爸妈妈了 为人群付出能见苦之福 也能为自己得到成长和教育 刚开始的时候 其实如意姐她也不会擦花 也不会泡茶 但是她就一直在想着 我还可以带什么给孩子们呢 所以她就开始去学 学茶道 学花道 然后带到学校里面来 所以在课程结束之后 如意姐就收到了一封信 是一封来自学生的信 她说 亲爱的老师 谢谢你帮我当成一般的学生 让我感受到了幸福 其实对于如意姐来说 她从来没有分别 什么是一般的学生 什么是难民的学生 她只是觉得这群孩子都值得拥有那样子的幸福 也因为这封信 让她心里面更加的笃定 这样子做是对的 如意姐呢 她其实非常喜欢华语 她也开始试着把简单的这些华语文字 带给了孩子 开始教小朋友认字了 行善 行笑 不能等 行善 行善 不能等 所以如意姐常说 她觉得她自己什么都不会 但是因为她想要帮助这些孩子们 所以她去学茶花 她去学泡茶 她试着去学习怎么样能够站在对方的立场 去关怀别人 怎么样去理解跟尊重不同的角度 所以她说 与其好像是我帮助了他们 但是我却觉得是他们成就了我 让我能够有更多更丰厚的生命 也丰厚了我的慧命 华语宫的旅程带给你更多温暖的故事 我们下次见 在做慈祭的当中 你就是可能会需要吃点苦 或者是说必须要克服一些不适 但是克服之后呢 你会觉得自己有成长 而且你获得的快乐呢 是实在的快乐 而不是虚无的 那一周年底唱着 联花拷手 温柔的心 轻轻航